歡迎收看《盛事傳承》 Erica, 看到你身形那麼健身 有沒有健康的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心得是說不上的 都是飲食上盡量少油、小糖 多做些運動 你這麼重視身體健康 那就要留意五月十六至十七號 在會展舉行的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每人留意 論壇由政府和貿法局主辦 以創新、公用、成效為主題 匯聚全球主管醫療政策的官員 商界領袖、醫療專家等 審視意見創新和投資的最新趨勢 其中InnoHealth Showcase前南轉區 會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 醫療投資項目和最新科技 還有政策對話環節 探討如何促進全球醫療 和公共衛生的合作 無論是關注健康還是投資 記得要留意有關的消息 接下來五月十六號的長洲太平清照 是疫情之後第二年復辦 我準備怒兩手參加長包山 怒兩手?你準備報名參加嗎? 還沒, 我打算先操作健康 大腸包山已經截了紙 我到時還去不去好嗎? 當然要去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 有很多精彩的活動 例如別具特色的飄飾巡遊 每年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裝扮成固金人物 站在支架上, 凌空飄起巡遊 非常有創意 我也知道, 長洲太平清照 不僅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還曾經被美國時代集資網站 選為全球十大古怪節日之一 還有你最期待的押續節目 當日午夜舉行的長包山決賽 可以看看參賽者大獻身手 他們也接受過大虎提供的安全訓練 再參加選拔賽 才爭奪到十二個決賽席位 當中還有最少三名女參賽者 對, 包山有成十四米高 除了個人賽之外 大會也會邀請鄰近地區的攀爬好手 跟長洲社團組織進行接力邀請賽 很緊張刺激 到時還可以買代平安包做手信 拿回二頭代代平安 但我還是很想報名參加爬包山 雖然你遲了報不到名字 但又不用太失望 包山加連華的活動 還有五月五日 在長洲舉行的攀爬加連華 可以即場報名攀爬同樂活動 體驗攀爬和長包山的樂趣 當日還有攀位遊戲 手工藝、表演、許宴包山等等 想感受長洲太平清照 或者長包山的熱鬧氣氛 就一定不能錯過了 說明年會有聽眾 交往胸前都要輸出 真正鏍 我們因為他的確討會 我們在文章中,可以看到 我們要聽到 因為我考慮 有一切 也有